名湖女星闫妮历经十年无名期 凭借神剧《武林外传》 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 一点点的攀登 让闫妮与西北圈导演关系密切 一度成为她们的御用女主演 懂得娱乐圈的姐妹应该都知道 娱乐圈中唯一能与金圈抗衡的 非西北圈莫属了 什么张艺谋 龚丽等 都是西北圈的重要人物 能获得这个圈子的重视 足以证明闫妮的非比寻常 今天阿淳就带你了解 闫妮的资本之路 他们排外压抑了其他圈层人物的 茁壮发展 而远在西北的明星同胞 聚集在一起 创建人狠话不多的西北圈 该圈子以明导老毛子为主线 里面大多包含导演与演员 由老毛子亲手扶持起来的 龚丽与张子怡 自然不用过多介绍 除了有灵魂人物老毛子 故常为王全安 贾展科等人 都是西北圈中的重要人物 如果说金圈是冯小刚 王硕 这些老炮执掌的电视剧王国 那西北圈就是电影人基地 但凡能出圈爆火那大响的家片 基本上都是来自西北圈 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艺人要想在娱乐圈大火 与西北圈的导演打好关系 就成为重中之重 作为陕西级的严妮 就有了得天独厚的关系恋 这也让她之后飞黄腾达 闻眠电影圈有了基础 作为陕西级演员 在2009年 严妮有幸参与 三腔拍案惊奇的电影拍摄 正式成为西北圈中的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堪称梦幻联合 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圈 与张艺谋为代表的西北圈联合 注定了电影的成功与经典 有句话说得好 一回声二回首 严妮作为深吸演员 自从搭上张艺谋资源 大幅度上涨 而后更是在张艺谋指导 情感大片《归来》时 作为同乡的她 与张嘉义作为配角精细参演 简直人间小确幸 严妮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以后 一发不可收拾 也正是同年 严妮迎来事业第二春 她主演的电视《北风那个吹》 直接红遍大江南北 剧中由她饰演的牛鲜花 更是成为载入中国电视剧历史 年间的唯一女性 不仅成为载入史特的女演员 她更是凭借该剧一举斩获 六大电视剧盛典的最高奖项 之后 还有接连奉献 一谱二主 生活起水落的高分好剧 一时间 严妮直接从人们心中的土阿姨 变成曼妙女郎 背后少不了资本力量的支撑 收起严妮混到现在这个地位 没点手段 谁能信 曾经的严妮在没有成名时 跑十年龙套 火了之后的她 直接走实力派路线 成为车中大佬 首要合作女演员 最近的一部 岛台就极具山西风格 主演能选中严妮 其中很深远一 就是她与西北圈明导 有密切关系 错综复杂的娱乐圈 严妮评级关系 与自身的不俗演技 成为各大导演的首选合作对象 在事业一步步得到稳定发展以后 她豪至千万卖下412平的豪宅 之后 房屋装修 严妮迷糊 直接委托朋友装一样的房子 等到下一次购房 为了不考虑装修 她直接向售楼处提议 装修为样板间 这样豪气的行为 直接惊呆售楼部工作人员 由此留下不平凡的江湖传说 关于她的资产 外界很少有直接定论 但据说 严妮上一段婚姻 嫁的老公是部队高官 这种说法并非空虚来风 是经过狗仔验证的 在某次跟拍中 狗仔发现的严妮 经常冲入了三层别墅 是某部队大院 所以关于潜伏为高官的说法 可靠性非常大 两人在婚内生前的女孩 周远青 现如今也凭借严妮背后的 强大背景 进入演艺圈 其中参演的综艺 演员请就位 就充分体现 严妮在娱乐圈强大的地位 这里就有人要讲 何出次言 其实里面参加的明星 有相当大的资本撑腰 就单说周远青 就有其母严妮作为后台 而她背后的经纪公司 是由胡歌与唐人 特别成立的 天津 橘猫 神明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业界 有相当知名的地位 就从近些年 严妮所参与的资源 就可以看出 最近新播出的口碑好剧 《山海青》 更是让严妮的人气 翻新到新高度 还能到神坛新高度的严妮 依旧不敢往日低调作风 但财富的积累 却是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据知情人爆料 当年严妮在赚到钱以后 特地豪气出手500万 买下西安中海渔湖 一号移住房产 而被爆出 豪宅位于西安取江新居 芙蓉东路 属于西安的高党住宅区 该去居住的人 肥富极贵 该楼盘在当初买的时候 售价将近3万 如今房产的售价 最低在5万 房产的面积上 严妮选择了267亭的大平层 酒店是入户大堂 3.15米层高 绝对是豪宅中精选 有豪宅有金钱的人生 严妮享受其中 就是她与孙涛 在2020年春晚 打档出演的小品 快乐其实很简单 就非常精准地体现出 人有钱了 也不一定会快乐的内核 严妮在小品中试验 严总虽然是个 资产国异的富人 就受伤忧 公司发展而焦虑 当她遇到喜车工孙涛 忧愁瞬瞬间 变得微不足道 毕竟就有个小项目 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哎呀妈呀 还小项目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就不干 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 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一千万 那得干呢 哎呀我 你有多少钱呢 一千万你不干 资产过亿 那你可以不干 这都过亿了 你过亿了 你不相信吗 你跑这调戏一个喜车工 你觉得有意思吗 新闹间 这也传递着人间的真情 就说严总是泡面的片段 从最开始嚼劲一根根品 到大口缩面 更是带给人无限心酸 感受生活的真谛 小品中的严总笑了 观众也乐了 孙涛治愈了严总的抑郁 减少了恐慌 这也告诉我们 剥去浮华 回归本心 健康平安 就是人生的最好结果 明显的富贵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 渴望而不可及 但身为普通人的我们 更应该继续努力 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人生 对于我们的幸福人生